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描绘出马的躯干 又不失中国画的神韵 它就是既保留了文化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笔墨异曲 同时又有了西方相对比较严谨的造型方式 这样的画法 古今画马者独此一家 大笔挥洒中 骏马脱江而出 奔腾向前 他从来画马不是为画马 它是一种精神 一种时代的声音 1917年12月 就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 25岁的徐悲鸿来到了北京 荣誉的新文化思想氛围感染着他 这张拍摄于1918年的照片 是当时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员的合影 后排中间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徐悲鸿 在北京大学出版的第一期《会学》杂志上 看到了徐悲鸿所写的一篇文章 名叫《中国化改良论》 在这篇文章里 徐悲鸿主张 古法之家者守之 垂觉者记之 不家者改之 畏族者增之 西方化之可财者荣之 意思就是说 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 我们继承它 守之 坚守 垂觉者要衰亡的东西 我们来记之 把它重新继承起来 不足者增之来增加它 不好的东西我们来改变它 重新创新 东西方的东西 可以采纳的东西 我们兼容之 所以他到西方去 他去要干什么 他是要学点东西来振兴中国的艺术 他不是为了去到西方 成为一个西方画家 到西方去混 不是要全盘地接受西方的审美标准 他是要创造出中国的一种 新的复兴起来的艺术 因为当时的中国是 那么一个历史背景 中国走什么路 政治上走什么路 国家走什么路 艺术走什么路 是摆在每一个 关注人生 关注社会的艺术家 必须思考的问题 西北红从来不是为艺术而艺术 他就是要主张现实主义 而现实主义是为人生而艺术 他就是要贯彻他的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好的话 一定是写实的 最主要的 还是表他是关心 民族的灾难 民族的疾苦 他是以这个为他的 终身所奋斗的目标 1928年 日本军队制造了济南产案 屠杀中国军民 近外人 震惊国人 徐悲鸿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 开始创作巨幅油画 填衡五百事 这是他留法归国后 第一次用所学的西洋油画技法 表现中国的大型历史题材 他干嘛要选这个题材 因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的代表 就是孟子所说的 富贵不能殷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此之为大丈夫 他就要画这张画 表现中国人 表现中国的精神 表现中国艺术家的水平 整个抗拒战争期间 徐悲鸿拿起画笔 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 《诗喉》 《鱼公移山》 《会诗东京》等宣传抗日 鼓舞人心的代表作品 与此同时 他南下辗转于东南亚 印度等地 四处奔走 举办画展 为抗战募捐 秦贵宫的艺术 秦贵宫的艺术 其实在一种 二种艺术 他可能是唯一 中国艺术 他可能是唯一 因为他的研究 在巴仙 的东西 的东西 然后他继续 然后他继续 他的自己的风格 更更诳定 的东西 Western audience so he really was the leading master of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movement and he infused both culture and created his own